欧洲议会选举结束 中右翼欧洲人民党货的最多席 5月5清端午两岸四地基多国 举行龙洲赛共度假节 以色列中间派领袖甘茨 退出战时内阁并呼吁提前大选 拜登表示美法洲运用 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润达成协议 各位中午好 欢迎搭乘凤凰五间专列 我是黄承子 欢迎您好 我是小商议 头条一起来关注到来的是 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投票 在9号的晚间落下帷幕 而欧洲议会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也显示 中间拼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 是获得了184席 保持其第一大党团的地位 持中左立场的社会党和民主党党团 获得139席 保住了第二大党团地位 但是一席有所减少 而其右翼政党也是趁势崛起 在法国 德国得票都大增 甚至超过了执政党 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于9号结束投票 初步的出口民调显示 法国 德国 荷兰 奥地利等国家的 极右翼政党表现强劲 在法国 总统马克龙领导的 亲欧中间派政党复兴党 惨败给勒旁所属的 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得票率不到对方一半 在德国 总理舒尔茨所属的 社会民主党结果惨淡 路透社称 其取得了史上最差结果 而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 在丑闻阴影下得票率仍然上升 超过社会民主党跃升至第二位 德国主要在野党 基民盟 基社盟位居第一 在荷兰 有荷兰特朗普支撑的 维尔德斯所率领的 极右翼自由党位居第二 仅次于荷兰绿色左翼联盟 而在奥地利 极右翼的 奥地利自由党则成为最大赢家 各国选出欧洲议会议员后 这些议员通常根据自身党派的 政治主张在欧洲议会中 加入不同党团 其中出口民调显示 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党团 将成为新一届欧洲议会的最大家族 寻求连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就隶属于这一党团 这一结果令他胜算增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议会选举在9号晚间结束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所在的中间偏右 欧洲人民党党团 获得184个席位 保持其第一大党团的地位 而冯德莱恩9号 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 表示中间党派继续保持多数席位 对于欧洲稳定和强大来说至关重要 他也警告说欧洲当前正在面临 内外势力的双重威胁 全球是超级其中断的地位 但是也许是正确 那些限制的下方和右边 资格上的胸团 收取了支持 and this is why the result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rties in the center my aim is to continue on this path with those who are pro-european pro-ukraine pro-rule-of-law the world around us is in turmoil forces from the outside and from the inside are trying to destabilize our societies 冯德莱恩还表示 要构建防范极左和极右势力的堡垒 没有欧洲人民党的参与 绝不能让任何多数党派 在欧洲议会内出现 而随着本届欧洲议会选举落下帷幕 冯德莱恩竞选第二任期能否成功 也将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会议上揭晓 他将需要欧盟27国多数领袖支持 并且在720级的欧洲议会上 赢得多数支持 另方面由于说法国执政党 在9号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当中 支持率是远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号的晚间 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并且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 有多佳的媒体形容 马克龙此举是一场豪赌 而大盛的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 就已经是扬言做好了掌权准备 马克龙9号晚发表电视讲话说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对于捍卫欧洲的政党来说 不是一个好结果 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 他决定将国民议会的未来 交给选民通过投票来决定 为此决定解散国民议会 并于6月30号和7月7号 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两人投票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在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极右议政党国民联盟得票 在法国政党中排名第一 执政党复兴党得票 交上次选举大减位居第二 马克龙表示 这次解散议会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决定 但首先是一种现任行为 相信法国民众有能力 做出公正的选择 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 9号晚进行的民调显示 52%的法国人支持这一决定 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 曾出现过五次 总统解散国民议会的情况 以应对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或社会危机 总统希望通过新的议会选举 使执政党有机会 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形容 马克龙此举是一场豪赌 一旦国民联盟胜选 在余下的三年总统任期内 马克龙将失去对国内事务的主导权 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戴拉 或将出任新总理 在当天的庆祝集会上 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 就对马克龙的决定表示欢迎 勒庞表示 国民联盟已经准备好 在选举后接管国家权利 捍卫法国人利益 结束大规模移民 开始再工业化 重建国家振兴法国 共产卫视封口报道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连日来马来西亚 德国匈牙利等多个国家 都举办了包粽子赛龙舟 等端午民宿活动 共同来体验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德国的杜伊斯堡 有一场别开生命的龙中赛 也正在上演 龙舟上是传来着鼓声振振 而且这运动员 大家都是很努力 要抢夺第一名 暗兵也围满了加油的民众们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包粽子比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大批民众齐聚一堂 手法娴熟地包着粽子 碎绿的粽叶 晶莹的糯米在手中翻飞 各式各样的粽子一一呈现 活动组织者表示 希望端午民俗文化 不断传承下去 在德国多伊斯堡 一场别开生命的龙舟赛 正在上演 龙舟上传来鼓声振振 运动员们飞翔竹浪 奋勇争先 岸边围满了加油助威的观众 多伊斯堡市每年六月 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趣味龙舟赛 如今已成为当地的一项传统 今年的龙舟赛 共吸引近140支队伍 近3000名运动员参赛 而在匈牙利 维伦彩湖上 来自匈牙利 俄罗斯和中国 等14支队伍充分发挥团队协作 和体育竞技精神 一同展示了赛龙舟 这项中华传统竞技运动的魅力 这是维伦彩市连续第三年端午节 举办龙舟比赛 除了赛龙舟 活动现场还配套有特色美食品尝 体验书法及踢剑子等项目 吸引众多民众前来游玩 端午节安康幸福快乐 希望你们这多一点综合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今天香港多区也举行多项活动 来欢庆端午佳节 而龙舟赛事一项都是端午节的 重要民族活动 有关香港龙舟比赛的相关消息 我们也立刻来连线 正在香港大部区龙舟竞赛现场的 记者王雨婷 雨婷午安 湘英 长子午安 太阳很晒 今年在香港过端午节 你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现在大浦的这个比赛进展到哪边了呢 好的 湘英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香港的天气可以说是天空作美 真的是一个大太阳天了 那同时也给端午节的这个节日气氛 增加了一丝阳光和欢快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大部区的比赛现场 那香港当然端午节最值得看的就是龙舟进度的赛事了 从今天早上的八点钟 其实全港各区都在进行龙舟比赛 那我现在所在的大部区其实比赛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只剩下两场比赛 可以看向我身后确实现场到场的这个市民和参赛的选手是相当多的 那么大部区的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青少年参赛 包括像是这个中学生队伍以及同军队都有参赛 其实像是龙舟进度在香港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体育的竞技赛事了 所以可以看到是全年零段都在参与这一项盛事 那么我们也是记者在现场最大的感受啊 就是确实可以感受到在香港是全民参与的龙舟进度的感觉 那么像是在大部区今天就有超过50只队伍进行角逐 那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全港还正在进行至少有10个地区在进行同样激烈的龙舟赛事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 之后我们对于这个赛况的反馈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像是在这个各区啊 其实也会有这个端午节的嘉年华的活动 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参与到像是这个制作香囊啊 以及包粽子啊等等的传统的活动当中 那么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今天晚上8点钟在湾仔海滨上演的这个无人机表演了 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端午节主题的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市民一定会到现场去参观 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就这样 那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夏宇和橙子 好 天气比较炎热 大家去看华龙舟的话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谢谢雨婷 那正如刚才记者所介绍到的今天端午节节 香港其他多区也都有龙舟赛事举行 热闹非凡 随着号角声响起 香港打步的海面上各龙舟信箱中度 见了奋的夸奖 希望夺得好好采投 有势力出众的龙舟很快脱颖而出 密集的湖点扩动着关系者的心弦 今年大埔区龙舟竞赛共有超过50支队伍参加 包括60岁以上长者 参加了几年了 每一年到来 起码都有十几年 你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优势啊 齐心 齐心 好玩 开心 另外 西贡区龙舟赛的选手也已早来到码头准备 由外籍人士积极热身 准备参与到这项中华传统胜势中 更有癌症康复人士组成龙舟队 希望借此传播正能量 鼓励更多扔在路上的抗癌患者 西贡龙舟赛包括24人的中龙比赛 中龙想求合作 对技术体能量求较高 而速度更快胜负往往向来接近 因此赛品激烈 同时西贡区还举办嘉年华 市民旅客可以到美食摊位和游戏摊到 温度假期 凤凰卫视王金路 王雨婷 香港报道 把镜头转到佛山这叠叫龙舟赛 在端午期间已经开赛 当地很流行比拼龙船 会在这狭窄的河道要急转弯来飘移 连赛前的训练都已经吸引了 大批的游客来围观 预备 龙船长25米 而滑水道最窄处不到5米 叠叫龙舟因赛龙舟过弯时不紧速 与赛车飘移类似 精彩刺激 近年的端午赛事都热闹非凡 连赛前的龙船训练 都每天吸引大批民众围观 叠叫最热闹的就是端午 全部即便是外加的 到了端午 他们基本上都会回来 这里两岸基本上是走都难以走动 佛山叠叫是一座有超3000年历史的水乡 本地在端午举办龙舟比赛 已有几百年历史 制作龙船的原材料经过多轮改进 越做越轻 因此慢慢产生了活动灵活 狭窄河道都可飘移的龙船运动 叠叫龙船比赛的河道有三大赛道 弯道难度各有不同 要滑完全程 需要高超技术和默契协作 更需要勇气 如果想快一点 激进一点的龙船 肯定靠里面弯就跟着小弯过 抢时间 但是它对于过弯的一个难度肯定会大 这都是考量坐龙船头的那个人 敢不敢 广东佛山叠叫兴有龙舟队18支 每年都会上演河道飘移 吸引大批游客 让本地成为端午旅游热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端午节的节日传统 在台北的部分看到每年都举办了龙舟锦标赛 也吸引了许多好手要来竞逐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特色习俗呢 那相关消息我们也离开来连线 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现场的 本台特约记者彭诗婷来了解一下 诗婷你好 陈子你好 小姨你好 请跟我们介绍一下台北龙舟锦标赛 目前进展如何 有哪些亮点 另外在台湾有哪些活动来庆祝端午呢 是的 纯子 2024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 在历经了整个上午的赛程之后 现在进入到了休息的阶段 下午的赛事要预计在1点钟才会及时的开始 预料是在3点20分就会有精彩赛事的成果出炉了 而在端午节这一天 台湾民众除了看精彩的龙舟赛之外 此时此刻最要做的端午习俗就是要立蛋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相传在端午节的午时 也就是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 是阳气最旺的时候 如果能够将蛋立起来的话呢 相传就会获得一整年的好运气 一整年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好 我们来看到现场 其实有很多的民众都在这个时间点 都坐在地上要来立蛋 有的民众还将这个蛋化成涂成红色的 象征着红运当头 希望能够立蛋顺利成功 但其实立蛋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包括就是要选择常温的蛋 这样蛋黄就会在正中心也就是比较具有重心 另外就是蛋壳要比较粗糙的 还有立蛋的地面是最好是有增加摩擦力的 以及要立蛋要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平心进气 一定要要非常的有耐心取得蛋的平衡点 如果太过心服气躁的话 很可能就会将蛋给打破 这就得不偿失了 好了 除了50立蛋之外呢 还有很多民众会装50水 也就是在上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 这两个小时来盛装雨水 泉水或者是井水 但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取得这些水 也没有关系 就可以拿矿泉水来曝晒两个小时 同样呢也是50水 然后呢将50水拿来饮用 或者是喷洒在居家的四周 然后增加更多的财运还有好运气 而除了50水啊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爱草水 台湾民众很喜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 在家门口悬挂艾草晒一整天 一直等到了晚上的7点到9点呢 再将它艾草呢 然后煮沸成水 具有呢就是驱邪还有驱虫的一个效果 陈子 好的 谢谢施婷 我们带来了一个最新介绍 好 祝大家好运连连了 那其实呢 讲到端午节 台湾的民众也很应景 喜欢吃粽子 所以也看到了传统市场内 挤满了买粽子的民众 其中大陆口味的粽子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另外动物园里头 工作人员也制作了各式样的粽子 让动物们来享用 大象伸长鼻子把粽子塞进嘴里 适逢端午节 高雄市寿山动物园让动物应景吃粽子 工作人员还制作粽子造型的香包 除了过节 同时也借此刺激动物感官 增加多样化行为 在台北市的传统市场 粽子的买气畅旺 但多数民众有感 价格飙涨 满300送一个鲜肉粽 尽管价格提高 但仍不见民众过节兴致 粽子口味区分北部粽 南部粽 甜的 咸的都有 大陆口味的粽子也深受台湾民众喜爱 潮州粽跟南部粽 潮州粽哦 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这样的口味呢 我听说潮州粽比较好吃 湖南的豆沙粽 还有鲜肉粽 对对对 你会特别偏好湖南的那个口味 因为我先生是眷村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喜欢吃豆沙的 那我们广东人 我们家自己做广东粽子 趁着个节日兄弟姐妹家人啊 都回来这样子一起吃 一起团聚 班午节会再更想买一点这样 意识感 怎么样的意识感 就传统吧 业者表示端午节粽子的销量 比平日多了三成左右 民众在端午节吃粽子 也增添了浓浓的过节气氛 凤凰渤士兰静图 沈真峰 台北报道 好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 中方指南海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 美方部署导弹开历史倒车 美方表示会敦促以色列未来 在解救人质行动中避免无辜平稳相亡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8号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之后 接受现场记者采访 重申中方在南海问题的立场 又指美方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严重开历史倒车 孙卫东指出 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 以美国为首的意外势力 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 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推进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 挑唆激化涉害分歧和矛盾 损害沿岸国正当权益 中国对南海主导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致力于按照双轨思路 同南海当事国通过对华协商妥善管控争议 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不断取得新进展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 针对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孙伟东指出 美方做法将本地区拉入军备竞赛漩涡 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 严重开历史倒车 严重危害地区国家安全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坚决反对任何意外势力在本地区挑起军备竞赛 坚决反对将地区国家当作霸权工具和地缘战略棋子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而以哈战火到现在都没有停歇的迹象 而以色列的中间派领袖甘茨 在9号宣布退出战时内阁 并指出总理内塔尼亚胡 正在阻止以色列走向真正胜利 内塔尼亚胡就呼吁甘茨要保持团结 另外内塔尼亚胡在9号表示 除了哈马斯 以色列现在还面对着包括真主党 胡塞武装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多条战线 形势严峻 以色列三人战时内阁的中间派成员甘茨 9日宣布将退出战时内阁 他发表讲话时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正在阻止以色列取得真正的胜利 并呼吁以色列举行大选 选出一个更好的政府 对此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 呼吁甘茨不要放弃战斗 并表示现在是最需要团结的时候 但就暂未回应大选相关事宜 内塔尼亚胡9日在耶路撒冷 与以军阵亡士兵家属会面 并表示除了哈马斯 以色列现在还面对着包括真主党 胡塞武装 国际刑事法院在内多条战线 形势严峻 但他坚称 在对哈马斯取得完全胜利前 以军将继续行动 此外 内塔尼亚胡本月将访问美国 并于24日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以期争取更多支持 目前暂不清楚是否还将会见美国总统拜登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以军9日继续攻击加沙多个地点 造成多个人死亡 并且发布日前营94名被扣人质的视频 就在同一天 以军的加沙师指挥官宣布辞职 表示自己未能履行保护以色列平民的使命 以军9号轰炸加沙中部的戴尔拜拉赫 及附近的布赖捷地区的房屋 两个地区各有至少三名八人死亡 死伤者陆续送到医院 当天以军坦克驶过加沙北部的海岸 巴勒斯坦当局指 以军袭击加沙城的移动房屋 至少有四人死亡 有巴勒斯坦救护人员表示 以军的坦克还对麦加奇及努塞赛特 进行炮击 另外 以军9号发布更多日前营救被扣人质的视频 显示以军前一天在加沙中部的 鲁塞赛特难民营期间 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对战 最终成功救出四名被扣的以色列人质 哈马斯则指以军公然撒谎 直视以军这次行动中 造成包括一名美国人在内的 三名被扣人质死亡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 以军这场战斗造成至少274人死亡 接近700人受伤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加沙师指挥官罗森菲尔德 就在9号宣布辞职 他在辞职信中写道 未能履行使命 保护在加沙沿岸城镇和村庄的以色列平民 他表示会继续留任到继任者接任 并移交加沙师的指挥权 他是自去年10月以来 第二名提出请辞的以色列军方高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官方在8号下午宣布 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当中 救回4名被扣押人员 其中就包括了中夷混血女子诺亚 而同一天晚上 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 依然有大量民众集会 为尚未回归的120名人质发声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周六下午 以色列军方在名为下日之种的行动中 解救出4名人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到现场慰问人质及家属 终于混血人质诺亚 收到以色列总统的来电问候 诺亚父亲恰好当天生日 其他解救人质及家属 在医院为其庆祝 目前以色列上有120名人质 未能获救 当地民众向本台表示 不论军事行动解救 还是达成人质协议 只要人质能回家就好 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必须要战 否则人质协议 不论人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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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人质协议 我认为每个步骤 我们能够做 每个步骤 来帮回家的侠质 我们必须要做 因为我们必须要战 这些人质协议 这些人质协议 集会对成功解救 4名人质表示祝贺 同时呼吁政府 要对尚未获救的 120名人质 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要战 在街头的走访中 我们可以发现 所有的民众 对于4名人质的获救 都表现出非常高兴 但是对于加沙 仍有120名 生死未卜的人质 表现出更多的担忧 方位是呼叫于史痕 特拉维夫报导 以色列军队我们刚看到 在最近于加沙 救出了4名人质 但同时也造成 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沙利文在9号对此表示 美国将会继续地 敦促以色列 在未来的行动当中 更加精确和有针对性 要避免无辜平民伤亡 我们是关心的 每个失败的生命 包括这种生命 任何时兵人死亡 我们是关心的 当然我们是 现在我们已经说 我们已经说 在整个程座上 应该应该应该 不仅仅仅仅仅 法律的法律 但在掌握 更加精确 准备保护免 我们看到 individual instances 我们已经说到 我们想要看 他们应该 我们想要更加精彩 更加尖划 沙利文也强调 目前加沙地面上没有任何的美军 但是对于美国是否向以色列提供情报 就需要保密 他也指出想要让所有的人质获救 以及结束加沙平民伤亡的唯一方式 就是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全面停火 以及交换这扣押人员的协议 并且是敦促哈马斯接受协议 以结束加沙的悲剧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9号宣布 该组织袭击了一艘行驶在鸿海的英国驱逐舰 和两艘航行在阿拉伯海的货轮 萨雷亚提到了胡塞武装向鸿海中的 钻石号驱逐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而且精准的命中目标 不过英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说 钻石号遭袭的消息不实 另外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控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统普希林 在9号表示 俄军成功进入恰索夫亚尔市区巷战 守城乌军兵力空虚 已经退守第二道防线 我们的记者根据了解 他掌握到一个消息 连夜以来 俄军是仿效阿夫杰耶夫卡市的战法 突然从地下市政管道 涌现在恰索夫亚尔市区的街道 而且乌军阵地两面受敌而崩溃 目前俄乌两军在恰索夫亚尔市区 进行上战 继俄军控制了恰索夫亚尔市 东运河微区的一半以上的街区后 到了上周六的晚上 乌军失去了恰索夫亚尔运河 微区的所有街区 在进攻的过程中 俄军仿效巴赫默特和阿夫杰耶夫卡战法 瓦格纳老兵与俄军的散兵 通过一条条地下市政管道 进入到乌军阵地的中心 这引起了守城乌军的恐慌 俄罗斯散兵突然出现在乌军阵地的后方 使乌军放弃了防线阵地 俄军艾克迈特特总部队司令 阿劳基诺夫认为 乌军将恰索夫亚尔地区 划分为三个防御区 乌军将东部的运河微区 作为第一个前沿阵地 第二个前沿是诺维区 第三道防御前沿是 试耐火材料厂地区 因此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 两条防线已崩溃 俄罗斯专家认为 为了救援哈尔科夫的危局 乌克兰武装部队高成 将恰索夫亚尔三个主力旅 辞员沃尔·昌斯克向战 俄军在北方战线的开启 乌军指挥部被迫向北方 调动了大量顿巴斯南线 中线北线的增援部队 恰索夫亚尔市 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最重要的乌冬补给的枢纽之一 该定居点被认为 是一个戒备深沿的地区 市内有一个工业区和一个火车站 一直为乌克兰武装部队 提供仓储和物流 有许多的军事专家认为 如果俄罗斯军队拿下恰索夫亚尔 那么乌克兰军队 在红色利曼区方向 就是无险可守 同时包括塞维尔斯克 以及克拉马托尔斯克 斯拉维扬斯克一带 乌军也是面临着 这种战线崩溃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拜登9号结束为期五天的法国之行 在离开法国之前 拜登前往靠近巴黎东部 约85公里的贝洛美军公墓 并且也透露了 就运用俄罗斯资产问题 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达成协议 拜登与夫人吉尔前往了贝洛美国军人公墓 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军之境 被记者问到 他是否与马克龙讨论了 如何运用俄罗斯资产并达成协议时 拜登表示了肯定 西国集团和欧盟正在考虑 如何利用已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产生的利润 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金 约为2600亿欧元 并每年产生25亿到35亿欧元的利润 拜登未有具体说明 已达成了什么协议 俄罗斯曾表示 勞用冻结资金即使是利润 亦等同盗窃 另外 拜登亦表示 美国要避免卷入欧洲重大战役的想法 是不切实际 因此与盟友的关系十分重要 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访问法国时 声称因为天气恶劣 未有前往贝洛美军公墓 引起了广泛批评 拜登并未有提及特朗普的名字 仅表示如果未有造访贝洛 就不会前往诺曼底 拜登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 离开法国 他在日前出席了包括 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活动 以及在巴黎进行国事访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还会 但掌握到的是土耳其 下个月对中国进口汽车 加征40%的关税 待会见 接下来关注到西亚太确股市 在今天呈现个别发展 韩国股市跟随上周五 美股走势偏软 最新下跌接近0.7% 而内地香港和台湾股市 今天都是假期休市 另外日本股市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高开5点之后 涨幅有所扩大 金融股表现领钱 我们来看具体数字 日经指数最新在 38940点附近徘徊 上升超过0.6% 土耳其方面 下个月开始将会向 所有从中国进口的汽车 要加征40%的关税 而德国总理舒尔茨 在8号发表讲话 反对因为与外国竞争 而封闭欧洲汽车市场 土耳其贸易部 在刚过去的周六宣布 对中国进口的汽车加深关税 以阻止经常账恶化 以及保护当地的汽车制造业 根据政府公报 加深关税的最低金额 是来到7000美元 并且会从7月7号起 就会生效 土耳其在去年 已经是开始向 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额外的关税 又推出一些针对 电动汽车的维护和服务的法规 而中方早前表明 中国出口电动车等 丰富了全球供给 缓解全球通胀压力 而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只会破坏产供电的稳定畅通 拖累全球经济 绿色转型 也希望有关的国家 保持开放心态 坚持公平竞争 日本五家车企巨头 被指存在认证欺诈问题 国土交通省在10号 对本田公司总部实施检查 共同社报道说 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 国土交通省的五名职员 进入位于东京都港区的 本田总部 国土交通省此前指控 本田过去生产的22款车型 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的 噪音测试中 存在报告内容造假等问题 这也是继丰田 亚马哈发动机 林木之后第四家 受到检查的车企巨头 而对马自达的检查 也将于近期进行 当局将会根据结果 探讨行政处分 好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 金宇正批评韩国恢复广播喊话 是挑衅将会采取反制 参考府批评拜登利用司法制度 来阻止他竞选总统 这下关注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9号发表谈话 批评韩国纵容脱北者再次向朝鲜境内空漂政治宣传气球的挑衅行为 也因此朝鲜再次向韩国境内空漂了1400多个气球来反制 另外 韩美合资商小组第三次会议 10号在首尔龙山的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 会上就加强对朝延伸威慑的方案进行讨论 据韩联社报道 在韩美合资商小组第三次会议中 双方检查在危急及突发状况下的核资商流程 和力量与常规战力整合等方面的进展 并研讨今后的推进计划 近期朝鲜向韩国投放垃圾气球 韩国也重启对朝扩阴汉化反制 在军事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 韩美将提出何种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的方案备受关注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号晚发送短信给记者团称 朝鲜正向韩方空飘垃圾气球 韩联参相关人士表示 截至10号上午朝方共向韩方空飘310多个垃圾气球 韩军在回收的气球中发现了废纸 塑料等垃圾 经分析其中不含危害安全的物质 韩联参发言人表示 由于风向向东 许多气球并未抵达韩国境内 当局在朝韩边境发现了大约50个气球 针对韩国民间团体散布反潮传单 朝鲜上月底和本月初分两次对韩空飘垃圾气球 其中约1000个被韩方发现 之后韩国民间团体6至7号再次空飘大型气球 散布反潮传单 而朝鲜在8号晚至9号凌晨 又反过来向韩空飘330多个垃圾气球 据推测朝鲜近期四次共向韩方空飘至少1600个垃圾气球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9号发表谈话表示 以政治黑色宣传物形容脱北者空飘气球装载的内容 又称朝鲜放飞的气球只有废纸 与韩国空飘的气球有着本质区别 强调朝方的回应正当合法 且仅是最低层次范围 金宇正恩表示朝鲜原本打算9号结束相关回应行动 但韩国刚宣布在边境地区恢复扩烟喊话挑衅活动 继续制造新的危机 他形容这是十分危险的序幕 警告韩国如果继续挑衅 朝鲜将会采取新一轮的行动回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共和党籍的总统参选人特朗普9号 在高温的天气之下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户外竞选机会 要寻求巩固他在内华达州的支持率 特朗普就批评美国总统拜登利用司法制度 来阻止他竞选总统 斯丹普也向选民扬言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会收紧边境限制 要阻止非法难民的涌入 他也声称会将能源成本削减一半 要寻求终止对服务人员收取小费征税 以及对中产阶级和小企业来减税 由于说竞选机会中午是在户外举行 加上当地的摄氏37度的高温 导致很多人感到不适 需要救援人员用轮椅把他们护送到帐篷内来降温跟治疗 而特朗普过去在内华达州这个摇摆州两度落败 但最新的民调已经显示是暂时领先的 美国驻悉尼领事馆大楼在10号凌晨被发现 遭人用锤子破坏和涂鸦 怀疑是巴勒斯坦支持者所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谴责破坏行为 南威尔市警方在凌晨3点接报 前往悉尼北郊的美国领事馆 发现酒扇玻璃窗受损 疑似遭到锤子破坏 而大门也被人用红色油漆喷了倒三角形 亲巴勒斯坦活跃分子有时会使用这个标记 警方从壁录电视录像看到了一名身穿深色连帽衫 脸部被遮挡的男子 携带疑似小型锤子在现场出没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上午在堪培拉的记者会上 促请相互尊重进行政治辩论和对话 他也指破坏美国领事馆无助于解决问题 他认为中东局势复杂 并且再次呼吁为局势降温 而据报同一座建筑物在4月已经遭到喷漆涂鸦 而在莫无尔尔本的美国领事馆于5月也遭到涂鸦 印度总理莫迪在9号的晚上7点15分已经宣誓就职 展开第三个五年任期 同时也是连续第三次组建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 莫迪也是继印度第一任的开国总理尼赫鲁之后 唯一连续三届担任总理的政治领袖 来看我们记者从新德里发回的报道 莫迪于周日宣誓就职成为总理 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赢得人民元240个席位 较2019年的303个席位大幅下降 而且席位未能过半 但是在盟友的支持下 在议会下远543席中取得超过需要组建政府的272个席位 这些组建筑的组建筑 莫迪在人民党和盟友党派的议会会议上 封刺反对党称 国大党取得的席位连100席大官都没有达到 莫迪声称新政府未来五年将发展议程聚焦 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并将政府对普通公民生活的干扰程度降到最低 凤凰卫视记者 上京军 印度新德里报道 伊朗在9号公布了第14届总统选举最终候选人名单 包括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 伊朗前首席和谈判代表贾利利等共6人 取得了最终候选人资格 将会参加在6月2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 外界预期此次选举新总统很可能 从强硬保守派当中选出 伊朗内政部9号公布了通过 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核的候选人名单 只有贾利利等6人入选 现年58岁的贾利利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 贾利利主张与西方对抗 立场强硬 深得伊朗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衣的赏识 第二名候选人贝泽是季安69岁 多次担任过议员被认为是温和改革派代表 2021年参选曾被否决候选人资格 第三名候选人是扎卡尼59岁 现任德海兰市长前总统莱琪的顾问 第四名候选人是议长卡利巴夫64岁 自2019年被选为议长 2005年至2017年担任德海兰市长 第五名候选人是前内政部长普尔穆哈莫迪64岁 2005年至2008年担任过内政部长 2013年至2017年担任司法部长 第六名候选人是副总统加吉扎德53岁 掌管烈士老兵基金会 富豪卫视李悦志卡木森 德海岸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舞间专列 好 继续时间我们各节新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